刚刚集展非常仔细的分析 到底这次辩论两方焦点在哪里 其实我平行而论两方的焦点 其实都有道理 那但是常委的花絮大家也很注意 但是我们要看到底这场舆论 怎么样影响在接下来 大家选民心中的心知所向 先来看民调如何 好 没错 那CNN做的这个民调 目前多数是认为贺锦丽表现比较好 那37%认为川普表现比较好 那这个很正常 因为CNN本来就挺蓝的 但是他不是挺台湾蓝 他挺美国蓝 就挺民主党的 CNN是比较挺民主党的 是 没错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合理 但是其实除了CNN以外 我看包括路透 包括蛮多的分析 其实都觉得在这一次里面 确实是贺锦丽比较占上风 但是我们说回来 其实只要川普没有吃台 就算不错了 他只是生气 他没有乱骂人就算不错了 那路透这边是说 贺锦丽的猛烈攻势 把川普倒入防守 确实他是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他之前会主动出击 那这一次他其实 如果他主动出击 有点是在乱说话的状况 失言的状况 他并没有就 例如说政策方面有问题 所以他后面才会回来说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政策 政策方面没有什么 可以质疑他的地方 那所以总统辩论部 一定会改变民主党名心意 确实 因为本来决定要投谁的 基本上要投谁的 那不投谁的 基本上也不太会变 那这个ABC就是主办的 他们认为转线统统架势 那当然了 那没有很多的政策计划 对他吵架 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看谁比较凶而已 那BBC说呢 这个贺锦丽激怒川普 展觉战上风也确实是 川普这方面 有时候他比较激动一点 但你说他有没有破口大骂 是到底还没有 那你可以往好的方向讲 是他有不高兴 但是他有掩饰他的怒气 所以呢在这边 确实贺锦丽比较战上风 那白衣社说呢 贺锦丽照搬拜登政策 没有经济计划 那本来就是 那所以在这一边来说 川普目前 如果你以民调来说 确实他会落后一点 但是那实际上要什么 要看全国民调 跟看摇摆州 支不支持他 所以如果川普呢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 他们会觉得 其实你还算控制得出 原本会觉得你有很多失态 但你没有 其实可能就是他支持你的理由 我问你自己的想法 你看完之后 你全程看吗 你看完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看完之后 我看完之后 是觉得很有趣 因为第一次看贺锦丽 跟川普这样的辩论 那贺锦丽表现 确实比之前拜登好 来得好很多 所以他也确实展现了 他应该可以控制得住 接下来的施政 以及大降风度 那我认为整体来说 对贺锦丽确实是有加分 其实我也对于贺锦丽 在这一次的表现 我觉得比期待当中还要好 因为之前我觉得川普 就是看坏觉得他 应该没有什么条件 跟没有什么这个栽调 可以跟我一起在辩论台上 所以今天反而大家 对他眼睛为之一亮了 是 没错 好 现在的舆情 大家的舆论 怎么影响接下来的行情 好 那最简单的 就对于亚洲的冲击大不大 因为讲中美贸易战 那中美贸易战 会不会延烧到台湾 会不会延烧到台湾 这边的晶片 也受到了一些阻碍 那我跟大家讲 今天盘中 因为这是美元对台币的日K 那收盘是收在32.1 那可是盘中最高的时候 来到32.2 那个时候是什么 就早上大概9点15分左右 就是川普讲说 台湾把金钱卖给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美元最强台币 美元最强台币最弱 那当然那时候有点担心 又是说 会不会又扯到中美贸易战 会不会对台湾经济受到影响 那还好后面就没得讲了 那就问题压下一点点 可是我们跟他讲一个概念 就是地缘政治部份 跟国际热情会牵动台湾的股汇市 那如果接下来 不管是谁 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就算是贺锦丽当选 他会不会因为跟国内 就是跟他们的党内同事要做交代 会不会持续的加大中美贸易战 因为拜登他并没有把中美贸易战结束掉 所以中美贸易战如果持续延烧 有可能伤及亚洲出口国 那台湾呢 现在有点麻烦 就是对中国八月份 对中国加香港的出口 占出口比例30% 对于美国占出口比例24% 所以理论上你谁都不能得罪 因为你谁得罪了 你都会掉出口会掉比较快 那所以呢 如果接下来有地区不稳定 跟贸易受创都影响台湾出口 所以现在好 希望接下来第三季 第四季继续好 可是如果他们升级 对于整个亚洲的一个贸易要求 那跟贸易战的话 其实接下来对出口是一个比较大影响 好那不过呢 这时候就想大家讲两概念 第一个呢 我投资会不会有美元 接下来有低迈机会 第二个呢 是会不会有资金外逃的压力 好那我认为呢 这两件事情呢 从投资上的角度来说 目前有一个底部出现了 这美元对台币往下是美元周扁 那呢 目前的低点落在31.756 八月底的时候 那你可以发现啊 把这边逐了一个小小的底部上来 那这里我觉得比较简单 你可以抓大概是32为整数 上面最高来到32.216 低点是31.756 所以用32为整数往上算0.25 往下算0.25 大概在这个区间整理 会是一个台币 美元对台币近期的一个走势 然后呢 如果他可以往上 那有机会来挑战 目前慢慢下压了32.4的 寄均线反压 如果可以反压挑战过去 美元就开始有走强的机会 对 因为之前也是一样 从他们传进来之后 沿着基金线这样往上 穿破基金线之后 确认转弱 所以这边有可能 穿破基金线之后 他又走强 这是一个用投资的角度来看 第二个呢 如果是找资金会不会有点外逃的压力的话 就是比较简单的概念 就是会不会有 例如说资金开始转向 如果川普 我们刚刚有聊过嘛 这个川普交易 或贺锦丽交易 那如果资金开始有点转向 从科技业往外走 那像是废办 如果特别弱 那大概会弱 那影响台股肯就会弱了 那这个时候 就比较有可以 觉得往上去挑战 所以大家要观察这件事情 好 这是美元 对于台币的影响 那美元指数本身 现在多空 哪一个对它有利 好 那我们这边准备两个 一个是准备美元指数 一个是准备美债 那两个显示出来的状况 不一样 很特别 为什么呢 我们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你会发现 从今年的四月 来到106.517周 下来 那因为大家讲到 美国要降息了 要降息了 那其实在八月底的时候 低点来到这边 100.514 可是呢 你会发现呢 在这边偷偷一个 开始要阻底了 它没有完成 但它偷偷在阻底 你看它原本 在上个星期五公布就位数据 美元是震荡后 往下跌下去之后 差一点破低 对 差一点破低 但是什么 收入一个长下引线上来 那这个150 100.583 也守住的前波低点 所以这边是 有点偷在阻底 但是你要等它 确定过高之后 才会发现底部完成 所以要抓102整数大关 所以这就是一个 技术面的关键 那为什么呢 第一个 是因为降息幅度 可能低于市场预期 因为现在 可能例如说 降息一码 因为其实在昨天晚上 降9月降息一码 其实大概是7成 那现在大概降 今天又降回来 今天大概降到6成 为什么呢 因为它原本想说 你辩论会不会 丢个牛肉出来啊 讲一些好话 没有 你们就是纯吵架 那听完纯吵架之后 就不太乐观了 所以呢 这个美国降息 两码的机率 微微的上升 但是相对于之前 其实降息幅度 是有下降的 所以美元在这边 震荡阻底 那当然因为 降息一码的机率 开始往下掉 两码就往上 所以今天又掉回来一点点 但是它还没破底 所以在主体当中 好那目前呢 9月份降息一码 其实还是比较高 那整个2024年 大概有机会降 3到4码 因为主要是 年底12月 那个要降不降的 机率就是在那边震荡 所以可能3到4码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预防性降息 就不需要过快 因为如果你预防性降息 然后一次两码 两码 大家就说你不是预防 你什么要什么 反而会引发衰退的预期 所以今天晚上 公布美国CPI 会带来一些变数 因为CPI预计 应该说上个月 也是年增2.9 然后呢 这次预计会掉到2.6 那所以如果比2.6 还低一点点 例如2.5 是没问题的 或是2.7也没关系 只要往下掉 都可以什么 少除降息的障碍 但如果往上增加 就不太妙了 往上增加 糟糕 CPI原来没掉下来 那可能最多就是一码 但是如果今天公布之后 往下掉的很夸张 例如说掉2.4 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风险 大家想说 是不是厂商提早打折 那如果你提早打折 表示你看到消费力 到底有下滑 那这会是一个问题 因为上个月公布的 那个零售销售 如果是以未计条的数值的话 是下降的 年降的 那这边会引发出一个问题 所以可以掉 但是不要掉太夸张 那这个时候美元 应该有机会在那边 震荡打底 这是美元的表现 因为大家觉得 可能是没有那么惨 但是如果你看到美债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为什么 那这美国时间机关键的殖利率 其实在这两天 它一直往下破位 到今天最低 目前接近3.607% 这个殖利率 已经破了8月5号 就是大家觉得 连总统应该忽然来 紧急降息 不然是然后崩溃 股市大跌的那个低点 好那会破这个低点 也不是今天破 其实昨天就破了 之前也破了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市场看的很悲观 他觉得接下来的市场风险 应该要比8月5号还要危险 或者不止这样一码 可能两码 今年不止三码 可能四码 对甚至更高 才需要这样 才需要这样 才会这样掉 对所以我们下来的结论是 以债市的角度来看 他会觉得很悲观 那为什么会这么悲观 我觉得我们之后才知道 但我们现在来的答案 美国时间机关键 创近15个月新低 那表示债市 当然是很悲观 你才会去追买债 再次投资很悲观 那原因是没有政策力多 那没有政策力多表示你没有什么 你没有撒钱的机会 如果经济不好 你还没有要撒钱 那你要撒钱 也不是你随便能撒的 你要议会 要干嘛的 要做一堆事 所以目前可能只能靠货币政策 来对抗就业市场不好的风险 那如果接下来真的就业市场不好 或者经济有更衰退 那你能快速降息 所以表示你认为降息的速度会非常快 好那这时候呢 常债投资人已经踊跃进场了 代表你暗示未来没有什么通膨 以及经济前领不佳 你才需要大局投入 那但是我们如果回来想 会不会有什么 因为是通膨要往下掉了 所以我来买债 这也是可行的 那因为油价 油价这几天也一直在破底 油价这几天 以纽约清源油来说 已经跌到近一年多的低点了 对啊 所以商品类的通膨有望续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当然大家觉得 通膨如果可以压下去啊 那这个时候 当然接下来有比较大的降息空间 那也因为低通膨 所以我不需要买 不需要我可以多买公仔 因为它低通膨的情况下 它可以有这个价差获利空间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下呢 它往下掉 那只是掉的幅度有点太快 让它觉得有点疑问 因为你想哦 现在的殖利率是 现在美国基准率是5.25% 到5.5% 跟你算5.25%好了 就表示我还没降息 那这个10年公债殖利率 帮我要降个七八码了 那表示说嘛 大家资金是快速涌入过去的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想说 那我来不来得及买公债 我会给你一个简单答案 是 你不用抢急的买 如果你要分批慢慢买 是可以的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你买在这个低点 有可能弹起来 你会有账面上的损失 但是如果你是抓 例如说每个月买一点 每个月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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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一定都买在最好的价格 但是你慢慢的下来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赚的 那只要接下来 是往降息的路线走 不一定要很快的降息 你一样会有 不错的获利空间 跟利息的保护 那在技术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它延续着高点 4月25号这个高点 4.739 高点不断下移 低点不断破底的格局 那自然就是债券直接一往下 债券价格往上的走势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跑过头 当然是 那你如果觉得 跑过头会不会今天晚上 CPI公布之后 那这个CPI会很高起来 那这些市场跳起来 但有可能 但是你看到节目的时候 你来不及卖 对 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觉得已经跑过头了 那你稍微出掉一些是合理的 但是这也不用急着出 因为它接下来 应该还有往下的空间 只是不一定要很快 很大幅度的获利价差空间 了解 非常清楚 谢谢齐展 请先回座了 所以为什么美元指数的走势 跟最近美国十年期 公债殖利率的走势 好像有一点不同掉 它为什么最近的殖利率 持续的往下到这件事情 我们还要持续的追踪了 好 当然刚刚提到了 很多轨迫的地方 除了美元指数 跟公债殖利率之外 到底联准会之后 降一码还降两码 上一次也就是这个月初 在股市走跌的时候 大家说因为经济数据不好 所以可能美国联准会 会一次降两码 没有哦 现在降一码的比例跟几率 还是比较高的 但为什么美国景气 如果没这么差 克鲁曼说应该降两码 这诡局的地方 如何影响接下来的走势 休息一下 今天亚洲好戏 交给梦道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